女孩握住断掉的树枝轻轻视法 树枝就奇迹般地复原了 女孩有着天使一样的面孔 和恶魔一样的鸡脚翅膀 住在美丽的森林王国 她生来就是这里的守护神 爱惜这里的一草一木 和所有的小精灵都是朋友 谁能想到这样单纯善良的女孩 日后却变成了让人闻风丧胆的可怕女 一切起源于一个人类男孩的悟闯 她偷了精灵们的宝石 年少的女孩十分善良 只要她归还失误就好 小仙女对人类很是好奇 主动送男孩去出口 一来二去 他们就成了朋友 史蒂芬会在马林飞森说不能碰铁的时候 毫不犹豫地扔掉自己唯一值钱的铁质戒指 马林飞森16岁的时候 他们相恋了 史蒂芬送给她一个礼物 她说这叫真爱之吻 但事情很快变得不一样了 男孩已经长大 成了国王的侍从 他依旧像小时候一样渴望权势 完全沉浸在了人类世界的喧嚣之中 很少来找马林飞森 反而是人类世界的军队找上了门 马林飞森轻易打败了人类 还重创了国王 国王立下誓言 谁能杀掉马林飞森 谁就是王国的继承人 曾经的男孩起了心思 他的野心在疯狂攀掌 促使他来到久违的森林王国 见到他的初恋女友 马林飞森深爱他 轻易就原谅了男友 但史蒂芬却给他递上了掺了迷药的水 持利刃割下了精灵的翅膀 用他换取了王位 马林飞森第二天一醒来 就发现自己巨大的羽翼不见了 他痛不欲生 遭到了生理和心理的双重创伤 为了了解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马林飞森就下了一只 正在被农夫捕猎的乌鸦 将其化为人形 去人类王国为他打探消息 得知史蒂芬已经继任成为新的国王 马林飞森彻底被仇恨了公司 黑化成了可怕的女人 他迈着八字步回到森林王国 这里也因为他的怨气 失去往日的色彩 变得暗淡无光 不久后乌鸦带回一个消息 国王和王后生下了一个小公主 人类王国会为他举办一个盛大的典礼 马林飞森知道 自己的机会来了 当天 在三个小精灵为公主许下祝福后 马林飞森突然现身 也给了公主一个咒语 他要公主在16岁时被仿锤刺破手指 然后陷入永久的沉睡 国王求他放过自己的女儿 马林飞森又玩笑似地加上了一个限制条件 除非得到真爱之吻 他讽刺着国王当年的谎言 到了现在 女巫根本不信世上有这种东西 为了挽救女儿 国王下命令毁掉了全国所有的纺织机 将他们扔进城堡最深的地角 又将女儿交给三个小精灵抚养 远离人类世界 等过了16岁生日再回来 他派兵去捕猎马林飞森 但女巫已经在两个世界的边境 筑起了一道高高的荆棘墙 没有人能越雷池一步 他沉溺于复仇的快感和悲伤之中 却又忍不住想去看看那个小公主 小公主的笑容让她内心的尖兵有所笑容 她总是想着要来看看这个女孩 小精灵们变成了三个农夫 但他们根本不会照顾人 拿着刚从地里拔出来的菜就要喂给公主 还是女巫出手 让乌鸦带来花蜜 才没把孩子饿死 乌鸦轻轻晃着摇篮 沉醉在公主的可爱中 就这样 马林飞森过上了一边养娃 一边逗弄小精灵的生活 而另一边 国王心力焦脆 变得越发阴郁 他找各种方法想抓到女巫 却始终不能成功 小公主一天天长大 转眼就到了五六岁的年纪 她追着蝴蝶丸呢 却没注意到脚下的悬崖 马林飞森出手就吓了小公主 她还会时不时来抱抱这个亲手养大的娃 公主随意摸她的鸡脚 她也毫不在意 又是几年过去 小公主在满满的爱和幸福中长大了 她开始好奇这个世界 偷偷闯入了荆棘墙的背后 驻守的士兵发现了她 就想把她抓走 马林飞森及时出现就走了公主 还把她带回了魔法森林 公主醒来看到这样奇妙的景象十分开心 马林飞森也放心地准备离开 但公主却发现了她 女孩一点也不害怕 她早就注意到自己身边有个守护神 把马林飞森当作了仙女教母 从那之后 小公主经常过来魔法森林玩耍 她和这里的小精灵打成一片 给这片土地带来了久违的欢笑 连马林飞森都被治愈了 她趁小公主睡着 偷偷来到她的床前 想要解除当初的咒语 是的 她后悔了 但是诅咒一经说出就已生效 会直到永远 即使是下咒的马林飞森也无能为力 违今之计 只有找到所谓的真爱之吻了 公主16岁这天 还真就有一个王子从天而降 她迷失在了森林里 与公主偶遇 并且一见钟情 乌鸦很是兴奋 认为公主终于有救了 但马林飞森却很悲观 她实在不相信所谓爱情 回去之后 公主就向三个养母提出 要搬到森林里居住 养母们着急的不行 一时没忍住说出了真相 得知自己一直信任且敬爱的仙女教母 就是给自己下咒的女姑 她根本就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 没得到想要的解释 小公主生气地离开 骑上马去城堡找自己的父亲了 然而这几年马林飞森的存在 让国王如芒在背 她被折磨得无力处理感情 只是让人把公主关起来 等到16岁生日结束再放人 马上要到零点的时候 公主像是着了魔一样 不自觉地推开密道大门 进入了最深处的地角 在纺锤上刺破手指 陷入了深深的沉睡 而此时马林飞森已经找到了王子 正在来救她的路上 剑诅咒已经生效 马林飞森马上让王子吻她 王子也是诧异 但是眼前确实是喜欢的女孩 她也就吻了上去 可是公主并没有醒 也是 一面之缘罢了 能有多深的感情 更遑论所谓的真爱之吻 见到最后的希望也没了 马林飞森感觉到了深深的绝望 十分后悔自己陷入仇恨和报复中 害了心爱的小公主 她深深地在公主的额头印上一吻 就打算离开 然而公主却呼唤了她 小公主可能永远无法知道这一声呼唤 对马林飞森有多么重大的意义 两人都沉浸在感动中 而国王已经整装待发 她准备了大量铁器 专门对付马林飞森 在对方的地盘 人家还人多是重 准备充足 马林飞森毫无防备就被铁网包裹 她用尽力才把乌鸦变成巨龙 巨龙口吐火焰 暂时逼退了敌人 但这也不是长久之计 很快巨龙也被铁链锁住 眼看就要陷入绝境 就在这样的危机关头 小公主跑进了父亲的书房 她在这里找到了一双巨大的翅膀 想到马林飞森曾经的描述 公主立刻就意识到这是什么 她奋力推倒柜子 玻璃碎了一地 翅膀终于重获自由 她仿佛受到了主人的召唤 迅速穿过密道向马林飞森而来 这时国王已经满身盔甲地站到女巫面前 她要亲手除掉这个心腹大患 对于自己的初恋情人青梅竹马 她没有一点怜悯 反而一腔愤恨 看马林飞森再无还手之力 国王如是重负 而就在这时 翅膀终于赶到 马林飞森重新获得能量 变成了强大的精灵 她浴火重生了 国王仍旧不死心 命令手下用铁剑射她 意图再挣扎一搏 还想用铁链锁住女巫 但马林飞森的法力已经今非昔比 她轻易突破封锁 带着国王一起来到阳台 最后时刻 女巫心软了 她放过了国王 只想以后老死不相往来 但国王早就封魔 她飞身扑向马林飞森 和对方一起摔下高楼 想要同归于尽 但马林飞森现在有翅膀了 她完全可以在空中悬停 于是只有国王自食恶果 一切终于结束了 故事的最后 女巫拆掉了荆棘筑成的高墙 邀请公主一睹这片荒原本来的壮丽 她为小公主主持了继任仪式 公主成了人类王国心的国王 两个国家统一了 再也不会有沾弯 这个故事改编自经典童话睡美人 也是公主系列电影中 改编幅度最大的一个 这是可以预见的 毕竟睡美人的故事本体是最单薄 最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一个 女巫让公主沉睡的理由很随便 显得不可理喻 王子的爱也很肤浅 她甚至没见过公主清醒时的样子 别人一见钟情 还可以说被气质神采吸引 她这个明显就是纯粹靠脸 于是本片告诉我们 王子的爱不一定靠谱 文醒公主的也可能是老干妈 社会发展到现在 大家都很难相信爱情的力量了 传统童话无法让人幸福 大家质疑灰姑娘婚后会有怎样的生活 白雪公主中的王子是不是有练诗品 美人鱼就这么为了王子死去是不是傻 可以说改编已经是必要的了 大家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 这部沉睡魔咒就完成的不错 虽然故事如今看来有些老套 看开头就能猜到结尾 却没有什么莫名其妙的深情 整体都很合理 也给了女巫一个讨喜的全新形象 即使是气负 也可以成为强大的女王 不知道你喜不喜欢这个故事吗